Hello 大家好 我是Mayo 看不見我今天有一個綠色的highlight呢 今天我想說的一個主題就是 Neon Green 螢光綠色 其實螢光綠色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很怕接觸這個顏色 無論是化妝也好 衣服也好 因為會覺得這隻綠色好像ET 好像三眼仔 好像很誇張 很難穿上身 但其實Neon Green是可以給人一個 很時尚的感覺 所以今天就特意想拿這個顏色做主題 有很多外國的 Celebrity 穿螢光綠色都可以穿得很好看的 例如有 Kylie Jenner Kim Kardashian Kendo Jenner Kendo這個值得說一說 大家可以看看 他除了穿這個綠色的outfit之外 他還有一個綠色的eyeliner 是不是很漂亮 而且穿Neon Green的時候 一定要緊記一下 如何可以表達皮膚的顏色 做到一個對比的 那Kim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你看他穿這個outfit的時候 會更加顯得皮膚顏色更加好看的 還有這個Neon Green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搭法 可以搭出很多型格的風格出來的 就好像Kylie Jenner這個感覺 她是特意用了一個假的白色短的wick 一個fringe wick 可以令到這個型格的感覺更加提升 你會看到Hailey Bieber 穿了全身的Neon Green track suit 再加一個長身的一個黑色的西裝 其實這個感覺都可以非常出色 很好看的 其實我們香港也有很多藝人 有穿的 例如祖兒 祖兒在她之前KKBOX的頒獎禮 上面穿了全套的Neon Green 都非常好看的 而且你會看到FX裡面的Crystal 她的私底下的一些造型 都會穿Neon Green 其實Neon Green 無論你是出秀也好 或者你是私底下出街去HIGH TEA 去海灘 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的顏色 而且我接下來的新歌 我都穿了一套 Versace Neon Green的一套西裝 先試試看自己 記得到時候留意 在這個SS19裡面 其實很多品牌都有用這個顏色 做一個名顏色的 例如有Versace Gucci Balenciaga 其實穿Neon Green 有幾種不同的搭配方法 我現在逐個告訴大家 如果你們想嘗試穿Neon Green 顏色的時候 但又不想像這些明星 穿到全身都是一種顏色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你平時的配搭 裡面放少少少 Neon Green的元素 在上面 你這樣搭配的時候 你給別人的效果 就不會感覺上太誇張 但也同時會看到 Neon Green的 很 eye-catching 首先的配搭方法 大家可以嘗試穿褲 可能上身是比較簡正式 無論是白色也好 黑色也好 但可以穿一條 螢光綠的一個褲 感覺都可以很強 你可能再搭配一個 鞋子款也好 或者是很淡的 白色球鞋也好 都可以很有效果 女生們 又或者可以嘗試做一些 Blinding Skirt 無論是短裙也好 長裙也好 散裙也好 Lazy裙也好 不同類型的效果 上身一樣 都是搭配一些簡單 顏色的東西 或者甚至是一件 很簡單的 Logo T 但你搭配一個 涼光綠的衣服 看起來都會很有 能力 和很強的效果 如果你們怕太誇張 可能搭配一件 長小小的外套 蓋着裙子的感覺 隱隱約約看到裙子 其實都會很有效果 好了 又或者可以選擇一些 比較舒服的材料 例如一些Sweater的感覺 又或者是一些 針織感覺的 一些涼光綠的衣服 給人的感覺 都會有一種 很 eye-catching 但同時有一種 溫和舒服的感覺 好了 如果說這幾個例子 你都覺得太誇張 很害怕 被人覺得太浮誇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 step down多一格 就是怎樣 layer 這個涼光綠的感覺 例如女生 可能可以選擇 穿一個 涼光綠的 crop top也好 或者一個 涼光綠的 bra 外面再配一件crop tea 可以隱隱約約看到 螢光的顏色 又或者你可以穿一件 短袖的瓶領 外面穿一件薄薄的外套 去展示到頸的細節 也可以 如果想高過一些 平民版的選擇 我看到uniclue 和Alexander Van 最近的crossover 都有出一些底衣 都是螢光色的 除了上身的選擇 大家也可以試一些下身的選擇 可能是一些 波鞋款 或者是一些 boot款 或者是高跟鞋 波鞋的 可能很多人都見過 是我的Balenciaga 這個SSS 波鞋 又或者是我上兩個禮拜 在我Instagram post Moschino 也有出了個 Bear Bear Neon Color的鞋 或者是高跟鞋 其實SS19 你看到easy 也有出一些 螢光的鞋 都很好看的 又或者是 只是一個手袋 或者是背包 或者是toe bag 都有這些選擇 給大家的 如果在一些袋上 我就會推薦大家 可以去看看Prada Prada 今季都出了很多 有少少少 neon的highlight 我覺得那些都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看 在化妝方面 我相信很多亞洲人 如果大範圍的綠色 的確是難拿到的 但是 Fenty Beauty 在這個暑假裏 他們就出了很多 neon color的 liquid eyeliner 感覺上 是一個pastel的neon color 可以當眼線用也可以 當眼影用也可以 我覺得那個顏色 在亞洲人用 都是非常容易拿到的 除了Fenty Beauty之外 3CE都剛剛出了 一個neon color的collection 以及Huda Beauty 都出了三隻 neon pink neon orange 和neon green 的一個pallet 無論是fashion 方面也好 cosmetic方面也好 neon color 的確是一個 很值得大家 在這幾個月 拿來嘗試玩一下的 一個element 如果你們因為 看完這條影片之後 很有inspiration 去穿 一些neon color 你們一定要快點 post出來 讓我看看你們的嘗試 究竟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太誇張的 不需要好像 那些藝人穿得全身 都是這麼誇張的 如果你們真的 小小小小這樣穿 其實呢 效果都很好看的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按一個like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 這個channel 還有開個鈴鐺 叮 幫他做完聲效 叮 記住逢星期二 和星期四 我們9點鐘有新片出的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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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時留意 記住要開鈴鐺 好了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 等一下 Celebrate 那其實 大家看到Kim的 Kim那個不要走 Kim留在這裡 一個 那Kim呢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什麼 荔枝 荔枝 大家好 好 好 5 3 5 5 5 6 6 6 5 6 6